以西北土城提出的全力共融游戏场 请到一起成功 掌声 土城综合体育场至民国88年启用后 首次改造使用超过20年的游戏场 土城区长陈国卿表示 很感谢里长们的建议 议员的提案 以及市府工程改善经费1500万元 让市民朋友有多元丰富的休憩空间 我们这个综合体育场在民国88年启用之后 这今年二十几年 第一次融入全民共融训的游戏 特别要在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里长的建议 议员的提案以及联署 更高兴的是我们市长 与融业局的经位上 1500多万人潜入来益助我们 包括我们的亲子互动 包括我们的热林体健 包括冒险热林区 希望能够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玩得开心 陈国清表示 这是土城第一次加入全民共融特色 游戏场分别设置三大区 包括第一区为冒险乐园游戏区 透过攀爬网让小朋友们互助合作 提升手脚并用与肢体协调的统合能力 第二区为共融亲子互动区 及第三区荣树热林体健区 让长辈们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互动 包括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冒险热林区 它就是一个攀拔达到三公尺的高度 三公尺的高度 让我们小朋友能够平衡 能够看到地方的一些建设 另外我们在右前方 有这个冒树的体健区 那个体健区就是让一些长辈 让一些亲子的互动 全民共融游戏场在土城综合体育馆完工后 期望能比以往增加1.5倍的人流 达到每年约30万人次使用 搭配体育场既有的田径场 直排轮场 宠物公园 风雨篮球场 及自然步道 提供市民朋友更多元的休息场所 记者蔡杰新北采访报道 幸福啊